如果大家被男性气概 或者是性别刻板印象束缚 其实它底层的逻辑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都害怕不被爱 我们都害怕不被认同 我觉得 这个跟自信可能有点关系 是的 就是你对自己的价值 你对自己的看法是如何 那如果越不了解自己是谁 没有办法好好的 先喜欢自己 我们就会去用透过别人的眼光 来喜欢我吗 Hiho 大家好 我是志祺 欢迎回到强执我朋友 毕业季之后 很多职场新鲜人正面对着 人生的第一份工作 但有很多观众的私讯 让我发现 大家在工作时 其实会遇到很多的困惑 例如工事很长 薪水却很低 但又觉得需要累积精力 不能够随便辞职 或是工作压力 好像已经超出了负荷 却又怀疑 是不是自己抗压性不够 又或者是 常常被这个前辈骂 把自信心越来越低落 却不知道前辈的指责 有没有在合理的范围内 种种的问题 让大家越来越焦虑 甚至可能因此出现身心状况 而且拥有类似问题的人 其实非常多 但我们觉得 这些问题 其实很需要专家来帮忙解答 所以今天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 对于职场上的心理压力 很有研究的 苏宇欣心理师一起来聊聊 那苏宇欣心理师强在哪里呢? 首先 心理师本身自己也经历过 好几次的职丫转换 从活动主持人到金融业公关 又踏进了心理资商领域 成为心理师 当中也经历了很多 大家常常会困惑的心境 因此特别能够感同身受 他现在也创立了苏宇欣心理资商所 成为负责人 从受雇者、自由工作者到创业者 对于每个角色与职业阶段 都有心得与体悟 所以 职场上面的心理压力的这个主题 一直都是苏心理师的专长 他也常常在各大企业演讲这个主题 那今天我们就是想要请心理师来分享一下 我们该如何辨识出有毒职场 以及在面对职场上面的心理压力 该如何面对与求助 那请这个苏宇欣心理师先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吧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雨昕 好 那今天除了我们以外呢 也还有正在斜杠这个质押咨询师的客座主持人 嘉宇也会跟我们一起来聊聊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嘉宇 好 那我觉得一开始想要聊的就是 因为现代的人在工作上面 真的有超级多的压力 例如是可能像是低薪啊 高工时 职场霸凌啊 工作压力过大等等的问题 但我会觉得说 处在这样子的状况里面 大家最容易感到困惑的好像就是 那个有问题的线到底在哪里 它有点灰色地带的感觉 所以感觉我们好像可以一个一个来聊聊 所以第一个我觉得想要讲的事情是 有关职场霸凌的问题 我觉得大家可能刚进职场 就会有一些不懂的地方嘛 他们就觉得做错啊 被指责 其实很正常 但我怎么样分辨这个前辈或是主管的指责 是一个合理的 还是有可能涉及到一个职场霸凌的状况 好 我们先从法律层面 最硬的框架的层面 让大家先了解一下 在法律当中 职场霸凌呢 它其实有一个专有名词 叫做职场不法侵害 那它分成四大类别 也就是肢体暴力 语言暴力 心理暴力 跟性骚扰 听到名字 大家其实就大概理解怎么回事了 那像肢体暴力 太明白了 如果你去打人家 捏人家 刺人家 用身体的力量攻击别人 让别人害怕或者是受伤 这一定就是肢体暴力的范围 那言语暴力 大家也很清楚 因为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 不法侵害的类型 比如说威胁啊 嘲笑啊 羞辱啊 戏弄啊 探听隐私啊 这些语言上面 让人不舒服的行为 都算是语言暴力 那以上两种都很容易指认 可是第三种 心理暴力 就很困难了 我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子 比如说你进入到一间公司 拿着杯子要去茶水间装水 大家原本在茶水间里面 哈哈哈哈 也不是在说你 然后你一进去 瞬间安静 然后呢 你就觉得 好像这里不属于我 那种毛骨悚然 你有没有遇过 我不是老板 我不是老板 赶快切割 赶快切割 所以你是安静的那一个 没有没有没有 我都是热情招呼人那一个 真好 所以我们在职场中 常常会遇到这种 模棱两可 好像也不是在讲我 可是为什么 气氛这么怪 这么差 他很有可能就是 心理暴力的范围 甚至哦 我有遇过一些主管或老板 他们就跟我抱怨说 那难道我不能讨厌我的员工吗 我已经没有骂他们了 我也没有指责他们了 我就只是不想跟他讲话 也不行吗 其实这也触犯到 心理暴力中的冷暴力 真的 当老板很难哦 真的 你不喜欢这个员工 你还是得好好的跟他讲话 你不能就说 好 志祺你去跟嘉瑜说 我不想跟嘉瑜沟通了 如果这样 我就会是对嘉瑜冷暴力的 那个对象 因为这样子也不行 对 没错 好可怕 我刚刚听到这个 心理压力 真的很难被察觉 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 在被遭遇到这样对待的时候 他很习惯把 事情的成因 放在自己身上 像我有一个同事 他曾经跟我分享过 他在 因为他当时的职场环境 压力非常大 所以他就受不了 然后跟老板提离职 但是老板拒绝了他的辞职申请 他说 因为我不能让你 现在这个样子就离开 这样别人会觉得 我的team的人好像只有这个能力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他要把他练到好 他才愿意放他走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 都是为了你好这样子 对 而且他其实也没有说 我是为你好 但他就是言语中的意涵 有点像是 如果你现在我放你出去 老板没这个权力吧 对 然后别人会 我会觉得很丢脸 然后重点是 我朋友跟我分享之后 他说当下觉得 哇 好感人 他觉得他很受重视 他觉得说 原来我的老板 觉得我还可以更好 他看出我的潜力 所以他就没有再提离子 他就留下来了 那我觉得超级震撼 而且很惊讶 而且他有没有因为说 他觉得 原来主管是这么看中我 然后他之后的工作压力减少 感动就留下来 也没有 其实还是压力非常非常大 但他根本也没有发现说 其实这可能 这应该算是一种职场霸凌吧 没错 刚刚嘉宇你所说的 就是所谓的心理操控 有人觉得是PUA 有人觉得是一种勒索啦 威胁 其实我们都可以 回到内心去感受 像你的朋友呢 他一开始虽然觉得很感动 可是他后续会觉得怪怪的 并没有老板承诺的那么好 或者是自己真的被看中的感觉 所以你内心的感觉是要时时刻刻去核对的 像我们刚刚讲到这四种 不法侵害的类别 我虽然讲得好像很清楚 可是我们真正实际在 企业里面 场合里面去处理这类的议题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哇 大概95%都是灰色地带 我们要case by case去讨论 比如说我问问现场的朋友 我们来举手表决好了 大家不要选标准答案 选你内心觉得的答案 情境一 你今天问一个同事说 嘉瑜待会我们开会的时间是两点吗 然后嘉瑜回你的方式是 啊不然勒 来 大家觉得这是职场暴力的举手 OK 有人举 有人没举 现场两位举了 好 第二个 你在会议上发表言论的时候 下面你的长官同事或下属 翻了一个白眼 你们觉得这是职场暴力的举手 有人举 有人没举 很有意思 完蛋了 完蛋了 来 再来问一个性骚扰的范围 性骚扰的范围 我们都知道身体是有自由意志的 大家不会随便乱触碰 那你们觉得拍肩膀 语欣 轮到你了 你们觉得拍肩膀是性骚扰的举手 我基本上就是不敢动 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 所以有人举手 大部分的人没有举手 好 那 没有举手的嘉瑜 我来问你好了 你觉得拍肩膀还OK 对吗 那请问一下你会让全世界无论所有人都拍你肩膀吗 你说他们排队来拍吗 其实我真的不介意 但是因为我知道我的跟人之间的距离 还有肢体的距离是比较宽一点 有关系 拥抱什么对你而言都还好 拥抱可能要想一下 但是肩膀确实我比较觉得还好 OK 所以你看同一个问题 同一个行为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自己的原因 这就让我们在判定直肠不法轻害变得很困难 就像志祺刚刚说的那条线是很模糊的 但是我们有一个可以全盘去推论自己有没有受到侵害的就是你的情绪感受 当你觉得不舒服 那表示你被踩陷 但是我们要同时有一个意识 你被踩陷不代表对方真的有不法侵害的行为 这两件事要分开来看 因为我们很多人落入了受害者的心态之后 他就会去攻击加害者 都是你 你为什么拍我 你为什么翻我白眼 他没有去厘清这个事件或行为背后其他的脉络 他就攻击 其实我们常常处理的现场的案子 都是受害者最后变加害者 真的 那个角色互换 角色也非常不清楚的状况 非常的多 嗯 对 好可怕 那我很好奇 就是心理师有没有哪一些 特定的句式 或者是用词 基本上你只要听到这样子 你不用特别去想说 往好的方向想 或者是尝试去为这个行为人本身找借口 就是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 当他说出以下这句话 当他使用这个句型的时候 他就是在进行一个职场霸凌 我蛮难这样说的 就像嘉宇你刚刚讲 你觉得拍肩膀对你而言真的还好 所以 可是如果有一个人说 不要拍我肩膀 我觉得很不舒服 你能说他错吗 其实不行 所以我们最怕的就是 用自己的标准去评断别人 就像我们在处理两造双方 我最怕的就是那个被指控加害的人 他可能下一句就说 你干嘛那么小气啊 你干嘛那么轻啊 你会不会想太多啊 其实反而是他后续加了这句 让他被告上性评的 或者是职场暴力的这个调节委员会 对那我们就给大家一个万用句好了 因为我们在职场上除了说 我们尽量不去触犯到别人 可是有的时候你真的不是真心 想要这样做的人 其实是大多数 那假如有人跟你反应说 不要碰我肩膀 或者是你这样的行为让我不舒服 其实万用句 帮大家保平安的万用句 就是谢谢你告诉我原来如此 这句话真的很棒 很简单 有收获 我刚刚还在想的时候是 因为我也很怕 我很不喜欢 就是我讲了一个回应 例如说我在描述我的感受 但是别人就马上觉得 我是在批评他 或者是我在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后来很多时候 我遇到一个可能像这样的情境 或者是要怎么讲 我就说我没有批评的意思 我单纯就是表达我的感受 我的感受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觉得不舒服 那我要让你知道 然后我就看看这样的事情 到底会不会好一点点 我过去的经验 好像是会稍微好一点点 但可能用的事数还不够多 也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 但我有时候觉得这样子好辛苦 就是我要表达我的不舒服的情绪 但是我还要先顾及他可能会采取的情绪 所以基本上这种就是不要接触 跟大家讲就是你遇到 你觉得你要跟这个人讲话 要好累的时候快逃 就是快逃 人生不用过得那么累 真的耶 因为很累这件事情 已经可以成为一个判断的标准 然后老实说也不需要跟其他人做比较 同意 好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来换一个下一个话题 因为刚刚讲到的这一种以外 我觉得还有这个低薪高工时的问题 就假如说今天是一个社会新鲜好了 要怎么样知道 他自己怎样的薪水是不是太低 以及他的工时是不是太长 哇 我的确听到就是资方跟老方 两边的声音完全不一样 劳方会觉得你那个什么态度跟能力 你要我再给你多一点的薪水 我真的是做不到 那可能劳方就觉得哇你就是灌老板啊 你就是压榨我们 我们那么辛苦为你卖时间卖命 所以双方我觉得先放下对立的眼光 回到自己可能会比较容易讨论这个问题 就像刚刚说到底怎么样算低薪高工时 我觉得很简单的是用以中为时的状态 去看待你目前的状况 什么叫以中为时 就是你去观察一下 你有没有在往你真正想要的目的地前进 你真的想要什么 其实很多人在这一题就会呆住了 哎呀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 所以大家有时候在抱怨低薪高工时的时候 其实不是真的低薪高工时 而是你看不到未来 就觉得一直在原地那边踏步的感觉 对没错 因为我也遇过很多伙伴 他们甚至愿意无偿去做一件工作 因为他知道这个人 他只要愿意让我跟 我一年下来 我绝对学到很多 然后这一年 对结束之后 我就可以去开创我的事业 那他就是一个有终点的人 他知道那个终点在哪里 他也不会无止境的去无偿帮另一个人工作 对他是有目标性的 所以无偿的工作也会让人充满动机啊 这就跟薪水跟工时没有绝对的关系 刚刚心理师讲到那个以中为时 其实是我 我们在做极牙咨询师的时候 培训中间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帮助来访者去辨认他的终点 到底在哪里 因为你有终点才知道 你要点什么样的技能 然后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 过程当中的学习跟历练 对 而且有一句话说 就是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去哪里 那老实说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根本没有差 没有意义啊 没错 而且我觉得 也是给听众一个建议 就是在思考这个问题 或者是思考说 到底我现在这个情况 是不是太超过了 是不是太低薪 然后太辛苦 或是什么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把 除了刚刚讲的 以中为时 把你最终要到的地方 最终想要完成的目的 加进来以外 你还可以把时间 这个思考的轴线加进来 比如说 我知道我在这个位置上 我忍受这个超人的要求 但是 我可以忍受多久 比如说 我就给自己一个时间 我就是忍受一年 那这一年之后 我就一定会去别的地方 因为我相信 我在这一年内 已经可以达成 初步我所需要的 配备的能力 或者得到的精力 那我就可以离开 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其实可能一年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还要一年 但是其实 他没有这个认知 他也有可能待一年 但是当他有这个认知 其实这件事情是一个阶段 我有一个阶段性的任务 要达成的时候 心理的压力 就会瞬间轻松很多 那这样子我很好奇 就是有很多人会说 第一份工作 就是先称一下累积经验 然后之后就可以摆脱 这个低薪高工师 你的看法 刚刚讲到的时候是 这个东西 如果你先知道 这个就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我待一阵子 我就要离开的话 可以 那心理师这边 怎么想这句话 他跟第一份工作 可能没有绝对的关系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 第一份工作要称一下 是用一种 要面试第二份工作 我这样子会不会被评断 我也没有耐心 很多人有一个 很奇怪的思维 是说一定要撑两年 我不知道两年 这个数值是怎么来的 不是很多我的个案 都会跟我说 我现在还没有到两年 真的很多人这样讲 所以我想说两年 可能是 也许从上一辈 或者是也许有很多专家 当兵是两年 所以还是回到 你现在这份工作 可以让你获得什么 你得去盘点出来 有持续的成长 就有待在这边的理由 对 没错 甚至你可以看到 你的前辈 我觉得有一个 判断标准 倒是我蛮喜欢的 就是你去看看 你的主管 比如说小主管 或中阶主管 高阶主管 他们的样子 是不是你想要变成的样子 对 而且他们有没有 比你厉害 如果有一些厉害的地方 我觉得 还是随着社群去成长的 就是如果你一直在一个 社群里面 处于比较弱的位置 其实你就会 潜移默化 被这个推着走 那个是一个 很好的成长的动能 那另外一点 我们可以从 心理健康的角度来看 除了低心高宫时 这种我们可以 发现的现象之外 你的能量状态如何 就算你觉得 哇 我可以跟这个人学习 或我在这边 忍受一年 我可以成长很多 可是你已经开始 出现一些 亚健康的状况 或者是你的情绪 已经开始忧郁 掉头发 焦虑 其实都是 或者是刚刚 录影前 就是嘉瑜说的 胃部的问题 志祺也有 其实胃是跟我们人类 自我价值息息相关的 一个器官 竟然吗 没错 所以如果我们觉得 自己不够好 甚至会怀疑自己 是不是我太草莓了 我才撑不下去 你有这样 自我怀疑的声音 它就会让你的胃 出现问题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反而我们得先停下来 厘清一下自己 那再来我觉得 还有另外一个 很困难的地方 就是这个工作压力的问题 就有些人 他们是很喜欢 自己的工作 对于工作很有热情 但可能不是觉得 就投入到这个工作上面 然后可能过度消耗 反而造成了一些 身心的问题 就是心理师有看过 类似这样的案例吗 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案例 因为我在当心理师之前 我其实做了 五年的金融业公关 然后也做过很多 活动主持人之类 另外的工作 那我发现 我以前在金融业的时候 我就是那种 上班安静离职 下班躺平 厌世的那种状态 我就觉得每天 都没有任何意义跟目标 然后我甚至贴了一个标签 就是我就是一个 讨厌工作的懒猪 我就给自己贴了 一个这样的标签 还是负面的否定自己 负面的否定 那我进入到 心理资商界之后 开始研读相关的资料啦 然后念研究所啦 甚至成为心理师 我才发现 天哪 我好爱工作 完全跟我以前 对自己的认知 是不一样的 可是这也导致了 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我开始变996 就是我一周工作 六天 然后可能早上九点 到晚上九点 尤其我现在在经营 自己的资商所 我的工时也非常长 你也是996的伙伴吗 差不多 差不多 甚至有时候放假的时候 还会想说太好了 又有两天 我可以做别的事情 就是工作的事情 777 997 吓死了 是 所以这个过程 它就跳到另一个极端 然后我以为我没问题 因为我真的以为 只要有热情 叫醒我的就是梦想 有那种过度正向的部分 那我的身体好诚实 它就开始过敏 胃也出现状况 感冒好不了 等等各种的情形 来提醒我 你依然不是超人 甚至体脂过高 体重过重 你有没有太偏肺运动了 你有没有留一点时间 给你的家人 你爱的朋友等等 我才开始发现说 当我们很极力 想要达成某种目标的时候 其实过犹不及 都有问题 真的 而且我之前看蛮多书 都有提到 我们这一代的人 是一个迷信自我实现的一代 就是在以前 剥削你的人 是叫做资方 老板 他会给你很多的 KPI 业绩目标 或者是数字 来驱使你 鞭策你不停的往前进 但在我们这个年代 因为其实老实说 我们已经进展到 相对富裕 就是如果 死落金字 我们现在就是追求 自我实现 我们不会饿死了 但是追求自我实现 最可怕的一点就是 他不用加你心 他只要告诉你说 你现在在做的东西 是有使命感 对 你也会自己剥削自己 就是说 哇 总有一天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我做这件事情 不为了任何人 我就是为了我自己 我的热情 我是受到callin 来做这件事情 不用别人逼耶 然后你就会自我剥削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 这件事情是非常可怕 大家可能要 检视一下 找到热情很重要 但是要怎么样不流于 因为热情 所以你自己剥削 你自己 其实很重要 我好喜欢 嘉瑜的这个提点 因为这让我想到 我一开始是 初出茅庐的心理师 那个时候 我其实什么演讲都接 有时候没钱我也去 因为我想要机会 我想要练习 我想要经验 那慢慢的 我就开始收 一般的费用 可是到后来 我的确涨价 我就希望 可以有个更高的价格 那这个时候 就开始收到一些批评 他说你不是助人者吗 你不是心理师吗 跟医生被剥削的 那个感觉一样 对 然后那时候 也有一阵子自我怀疑 甚至就觉得 我是不是太糟糕 太坏了 可是如果我用 同样的价格 再出去讲 我其实是身心俱疲 没有那么多时间 所以后来我就 长出了一个 能量管理的心法 怎么样 就是你的收入 跟你的付出 它需要在一个 很平衡的状态 比如说你收入很高 但是你都没付出 老实讲 你也会叙叙的 而且你最终 也一定会被戳爆 所以我们的付出 我们提供这个世界的价值 是要不断成长的 就像我也会不断 进修自己 精进自己的演讲功力 等等 这是我一定会一直做的 我也不能一直摆烂 但是要收大家很高的钱 可是你也要相应的 有能量上的收入 才可以维持 你能量的稳定 否则你就是在 挖自己的肉 喂给别人 那到最后 你有多少肉可以喂 其实是不多的 而且我觉得刚刚心理师讲得很好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热情 会让大家反过头来剥削自己 对 然后助人者 就是尤其是那种 觉得自己在做的事情 真的很有意义 很有价值 对 的人是超级容易过劳 像是NGO的组织 或者是这种助人工作者 其实都超级危险的 那如果我们已经发现到 就是自己其实正在剥削自己 这样子的状况的话 我们要怎么处理 我刚刚马上想到的答案 反而是探索自己 有没有相关的创伤 因为有一些人 他过度努力 过度拼命 看似很爱工作 人人都称他为工作狂 然后甚至给自己一个匾额 就是我失眠 我不睡觉 我都在工作 他觉得很骄傲 对 可是这个有可能都是 小时候的一些创伤 带来的经验 我举给我自己的小例子好了 我以前小时候三年级 我从A学校转到B学校 然后我转到B学校之后 经历了一段被霸凌 跟排挤的过程 因为我是新的学生 新同学 大家就捉弄我排挤我 那这个霸凌的日子 结束在 我得到全国朗读第一名 的那一天 因为连校长都被济公家讲 他变成我的妈吉 所以很像韩剧那种逆袭的故事 对不对 听起来是一个很 励志的成功经验 可是这个成功经验 默默的在我的身心里 种下一个诅咒 就是我未来的每一个日子 都很害怕自己输掉 因为在回去 以前不喜欢的那个状态 对 我意识到好像只有赢 我才可以再被大家接受 跟被爱等等 所以我就不断每一次 像我比赛之前一定会吐 我小时候 国小五年级 我就得了胃溃疡 连医生就觉得 像是五年级 对 就很压抑 所以这样子的成功经验 即便很多人 小时候是很厉害的 有很多成功经验的 可是现在却变成 你的枷锁跟束缚 很多人没有发现 OK 所以要一个自我觉察 就把它找出来 没错 那假设我自我觉察到 就是好像起床 我都不想工作 那我这样子算是一种 工作压力过大嘛 因为我觉得好像每个人 起床都会哀嚎 不想上班啊 算是一种集体的过劳 或者是压力太大吗 是 你说到每一个人 都可能起床不想上班 但是每一个人 起床不想上班的原因 我觉得都不一样 我们要探索出的是这个 比如说家瑜的也许是 哇 一上班就好多人问你问题 然后你觉得皮鱼奔命等等 量太大 那也许有些人是 我的工作没有成就感 我去就要面对 我自己只能这样吗 的那种内心疑问 或者有些人 真的是离家太远了 他光上下班 就要四个小时 他就已经没力了 每一个人都好不一样 你要真的探究出 那个主因 你才有办法对症下药 另外我也蛮 想分享我自己的经验 就是老实说我觉得 排进我的任务 清单里的事情 我一定都能够做完 然后我觉得应该 也都可以掌握 他的产出品质 可是有时候我光是 看到这些代办 就是可能已经排到 两个礼拜之后 然后每一天 都有一些东西要教 为什么我光是看到这个 就会觉得压力很大 就明明我都知道 我做得完 就按部就班 我一定做得完 为什么还是会压力很大 我觉得你是 未来的你的冠老板 你跟我很像 就是我们在排 schedule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可以 我今天就谈八个个案 我排 大家都要排进来 我排 可是当八个个案的那一天 早上起床 我就会觉得 为什么我要排这么多个 忍生 对 何库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会过度的 期望未来的自己做得到 但是忽略去流出一些buffer buffer本身是一个事情 休息是个重要的事 先拉 先把休息的东西 也排进我的schedule 我今天 两点到三点 就是要休息 对 我今天到几点后 我就说睡觉 不要吵我 对 大家看到我的形式 我形式上面都会写 宝可梦 写打游戏 当打游戏变成工作排程的一部分 你觉得轻松吗 他不是工作排程 我只是要告诉大家 我对他的意思是 我要告诉大家说 这个时候我要休息 然后提醒我自己 我不要不小心排斥 因为我觉得 他很多时候是不小心的 就是那个当下 你真的觉得 我很勇嘛 我最强 然后那是 如果有的时候是 PM也是可能不小心的 AM也不小心 但他就觉得 应该可以吧 把他点上去 那你就要有一个系统 去阻止这件事情 我觉得现在 就是现代人很习惯用 schedule 对 或者用日历来管理自己 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 这件事情其实非常可怕 因为空的时间 大家可能看到你空 就约你开会 你自己看到你空 你也会排事情 可是你空不代表 你身上有 空就是要休息 足够的余裕做这件事 就你的精力 跟你的心力 或是你的脑力好了 可能都已经没办法负担 你只是空 时间是空 但是你本人的能量 可能也空了 我之前听一个外国蛮有名的一个创业家 他在讲他的一些成功法则的时候 其实里面有一点 我觉得就讲很好 就是 他说你要照顾好你的第一基础 就是你的first foundation 就是你的身体 他其实就是在讲 你就是要好好做 然后我听过另外一个讲法 他就讲说 为什么我今天创业很好 他最后一点讲说 因为我就是睡得比较好 大家都会中间坐一坐 睡得很烂 然后他们就会去 自豪转行干嘛 但你只要睡得好 你就会活到最后 大家都知道创业 其实就是一个比谁能够活到最后的游戏 对 所以他说重点就是睡得好 我就是很照顾我的睡眠 所以我现在可以这样 然后我就蛮有道理的 其实真的有道理 很有道理 那好奇心理师 有没有哪一些指标 可以让大家一一的检测 就是你自己是不是工作压力太重了 我自己每天都会用一到两分钟的时间 把灯关掉 把手机啊 声音啊 甚至把podcast也关掉 现在先不要关 待会再关 就是把所有外界的声音先关掉 就花一两分钟的时间 把眼睛闭起来 静下来去感受内心浮出来的感觉 你问问自己我今天过得好吗 然后让内心的感受回答你 那我每天呢这样子做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答案 不太一样的感受 那这个感受让我明白 我们每一天都不太一样 你不能要求自己 每一天都要一样的能量 一样的余裕 一样的产出 做到一样的schedule 这是可怕的 那为什么buffer很重要 其实刚刚嘉宇说 这个buffer有时候 我真的精力旺盛 我拿来做多一点事情 本来就没有问题 可是这个buffer就是为了 让我们有时候 完全没有精力的时候 他就要让我们回过自己 来好好照顾身体 来好好照顾心理 那志祺就算排了宝可梦 可是那个时候 如果你觉得精力旺盛 或者是好想要写一个文案 你还是可以去写啊 就是不一定需要限制自己 只是我们如果没有 每天跟自己的流在一起 我们就会被外界的声音限制 然后就觉得丧失了这个主体性 好像我就是在大海之中的 一个小浮板之类的 或者是水母 就飘 好不爽 好不爽 对 我不是好不容易 转世到这个世界了吗 还在这样 就算我觉得当YouTuber 压力很大 就是你就算放松休假 你一直看到别人有产出 我觉得那莫名的 就会有点压力 就想说 不要看就好 为什么 人生不用看那么多事情 我真是蛮相信这样 对 那好奇志祺 你有没有曾经 就是觉得自己工作压力很大 那你那时候是什么 处理你还记得吗 我想想看 有啊 一直都很大 但是我觉得现在真的比以前 更会跟最压力相处 我觉得最大的时候 应该几个时期 就一开始你刚创业 你还没有把伤膜稳定下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其实有一个状况 就是我这边会一直抽 这个整个三叉这边 我就一直抽 然后还会延伸到我的左胸 所以很像是 你就会觉得 我胸口怎么一直很闷 然后如果到超大的时候 他就开始抽 他就先从胸门开 然后到抽 然后那时候有个很好笑的声音 因为我跟我的合伙人 一起去提一个案 然后他 那时候我坐在你的位置 然后在这边 然后因为我就压力很大 那时候我们 有点迟到之类的 然后提案 那时候有一个中央案子 然后就开始这样 一直弄 然后他就结束之后 我说 你刚刚打的案号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说 不是 一直眨眼 一直眨眼 我没get到 超级好笑 然后 我后来怎么样去解决的 我后来好像就是因为 那时候就是要一直跑 我就开始在 有一天很好奇说 我到底让我压力 比较大的事物是什么 我就开始去整理 就记录我的行程 就会 例如说我去演讲 然后结束的时候 或者是我前面的时候 我会有一个 像心情符号 我好像就有压力大 正常跟还好 这分成这三个 还好我不错 然后我就记录了之后 我就发现 原来对我来说 交通是个因素 我就知道我很讨厌交通 所以我要减低我的交通量 然后我知道说 我做怎样子的演讲 我会压力很大 然后我做怎样的工作 我压力好大 然后我就有了一个 那个列表 然后我就想办法 那我要减轻我的 这些列表出现的可能性 所以像现在可能 我会跟公司的同事说 这个演讲的部分 我大概多久的时候 你再帮我安排一个 或是访谈的话 我知道我连续接两个 我中间可能会很累 所以你帮我把它分开来 等等的 后来其实到现在就发生说 我有很多时期 我根本没有压力 但我可以做得很好 像是读稿 没有什么压力 我可以读很多 但不要读太超过 我会知道说 我的量就是到哪边的时候 我会开始不耐 然后我觉得 其实这个对于 自己跟其他人的相处模式 是变得比较友好的 因为有的时候 我相信公司的其他人 尤其是那种 早期就一直待到现在的朋友 他们中间一定有经历过 我一段压力很大 YouTube刚做的前两年 那真的压力很大 然后我就会很容易对别人不耐烦 然后但是 现在我觉得 我的这个状况就好很多 自行 镜头外你的员工是点头 他一定有 他一定有感受过 因为那个时候 你压力真的很大 你也没办法控制 但我觉得现在应该是真的好玩多 我是比较敢肯定讲 应该可以没有到非常好 但是比以前好很多 让我想到之前讲说 其实你能够对待别人的 善良或者是温柔 我们叫做余裕 就它是需要处置的 对对对对 那你那时候应该就是花光了 对啊 那时候真的很累 那时候 真的是太累了 你要弄公司三个部门 然后又要弄这个 不太行不太行 我那时候就是一个烂人 现在比较OK 话说我有看过一个数据是说 相比于女性 其实男性的心理健康问题 其实一样严重 而且他们很容易 直接走向最极端的处理方式 也就是自杀 门烧太久就爆炸 对 那你自己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看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社会 过去我们的价值观 就是男性的这种容忍力 例如说过去会讲 你很耐痛很棒 就是这类的 就是一直给男生要有一个 我不可以去讲 我不沟通 然后他造成的问题是 你即使你知道了 你身边的这些朋友 他们也不知道 怎么样是处理 所以你在社群上面 你也孤立无援 你可能他尝试过 就跟自己身边好友讲 就是说 我最近好烦 那对方只会讲说 啊干你好废喔 喝一杯 然后他看你讲 然后他就 好像没什么帮助 然后大家好像觉得 我在开玩笑 那就是算了 然后就直接走上 最后的选项 真的 那另外我其实也很好奇 就是说 心理师在实务上面 是有发现到 像男性求助的比例比较低吗 以你自己资商的 这些案例来看 男女比大概会多少 我们资商所的男性比例 算是高 我预估大概有三成 三成就算高了 其实算高喔 其实这个经过 这个全联会 就是我们全国心理师联合会 他们的服务使用率 男性大概是12% 太少了吧 对 好低喔 对 所以这个男性族群 依然是我们心理师 不断在推广 唤醒大家意识的一个族群 因为像刚嘉宇 讲到自杀的比例 台湾算差异没有很大 大概是男性 是女性的两倍自杀率 没有很大 没有很大 当排很多吧 这都很多呢 没错 可是像欧洲有到四倍 然后甚至有到 非洲国家 有到13倍之多 所以我自己 有一个小小的判断啦 就是当我们对于 男性的要求 越刻板印象的国家 他越有可能 引领男性去自杀 因为他成为更多的社会压力 或者是社会责任 这种事情 对 没错 那想问神理师 你有没有观察到 什么样的原因 就除了刚刚讲的 比如说比较容易 流于被刻板印象对待 以外 男性还有哪一些原因 是让他们可能在 寻求协助这件事情上 是比较果足不浅的 我觉得环境 整体的氛围 还是最主要的原因 我个人是蛮不吃 那种什么男女有别 男女大脑不一样 然后什么男生 就是不会表达情绪 比较不会恭维 我是不吃这一套的 我觉得那个大多数 都是后天去影响的 比如说小的时候 男性可能更多被要求 你是男生 你不可以哭 可能男生听到更多 这样子抑制流泪的语言 那我们也有在伴侣关系中 看到很多矛盾的情形 比如说在异性恋的关系当中 女方可能会非常希望 我的男朋友或老公 可以多表达一些心声 跟我多聊一些天 讲一些你内心真实的想法 可是当他的男朋友 跟老公真的落泪 或者是开始讲 自己心里的脆弱面 这个女生的伴侣 可能又会说 你这样子很娘 你可不可以有肩膀一点 你可不可以不要现在哭 就是反而又把他抑制回去 所以不管是 生理男性或女性 我们在整体社会中 都有一个被刻板印象束缚 被威胁到的一个状态 那大家都要有意识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件事情 不能只要求男生来做 我们是整体社会 要一起松绑 对于情绪的污名化 真的 因为其实 共处在同一个 世界观底下 就有点像是一起玩这个游戏 一起玩这场大富翁 就是只有男性一直觉得说 好那我要打破刻板印象 我要来勇于诉说我的脆弱 但是女性却没有推翻这套脚本的话 其实也很难让这件事情 真正的实现的感觉 没错 那好奇 志祺自己从小到大 你不曾被这种 有毒的男子气概的概念束缚过吗 我想想看 我觉得我们家算是比较 比较开明一点 老实说我觉得 我从小到大过了 没有很社会话 所以我爸爸妈妈就是 他们至少没有什么强迫我要有这种 男子气概 或者是要干嘛干嘛 对 我小时候画画我国中什么插花之类的 就是他们都觉得没有什么关系 他们就你这个压花插得蛮漂亮 压花插花 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 开始社会化 我真的比较开始社会化 我觉得是我在大学的时候 那你接触到更多 好晚太晚了 对对对对对 认真是这样 然后你开始了之后 我觉得还是会潜移默化就是 你崇尚的一些典范 他就会展现出那些男子气概的样子 就是说我要赚到更多的钱 然后男生需要有 然后你最后你要买个房子 或什么 就是你一定会被这些东西影响 但我觉得我是过得稍微自我一点 像是比如说要有房有车 我就一直想 可是要有车 我为什么要有车 这次好累 我不要 然后我就跑走了 所以我就没有去做一些这种 你知道要有车 然后开很酷 我拉妹什么 我不要 这个事情 但你看即使我这么不社会话 我还是会被很多这种隐隐的氛围去束缚 还是会意识到 对旁边的人就会讲说 你的男生朋友说 你看他买车那很赞 你怎么样 为什么你没有买你好怪 这都是潜移默化在影响你 但志祺你是一个宅宅 假设你不相信现实这一套就是买房买车 然后拉妹的脚本 可是我知道有很多男生他们看动漫影视作品 会有啊一定会 之后是他觉得 哇好帅我要拯救世界 我要保护所有的人 然后我甚至听过一个朋友 在一个podcast上面 他讲说就是因为他也是男生 然后从小到大看这种很热血的男性向的动漫 然后他就觉得一个男人一定要有一道好吧 对他就说他就是一直有这个概念 当然他知道很蠢 可是他就从小到大 硬硬的觉得就是要有一道好吧 你没有过吗 就是这种动漫作品里面啊 中恶魂也是有 但我就说他算是隐隐的影响 但是有没有什么很强烈的影响 我要怎样 这才是酷 这才是标准的大男人 好 我常常会看这些奇怪的神物 我就想说啊这真的是 太被社会化被社会影响的 这些男生们真的很辛苦 那如果被束缚到底该怎么做 从心理这个资商的角度来看 如果大家被男性气概 或者是性别刻板影响束缚 其实他底层的逻辑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都害怕不被爱 我们都害怕不被认同 我觉得这也跟自信可能有点关系 是的 就是你对自己的价值 你对自己的看法是如何 那如果越不了解自己是谁 没有办法好好的先喜欢自己 我们就会去用透过别人的眼光 来喜欢我嘛 所以我猜 刚刚志祺提到你的故事 会让我觉得 哇 真的很替你开心 因为你是个蛮能够喜欢自己的状态 这可能跟你家庭蛮有安全有关 可能是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就 我就觉得 嗯 他们蛮爱我的 我不会贪心这件事情 是 你很有底气信心的说出这句话 对 真的很幸福 那我知道很多大部分的伙伴 不一定这么幸运 所以我们小的时候都有被限制啊 被否定 被指责的经验 这个就让我们隐隐约约的觉得 哦 我要符合外界的某一些标准 我才不会被淘汰 我才不会被抛弃 可是 最终 我们在资商中 也会好好的跟大家讨论 OK 也许 你想要很man 这是你渴望的某一个形象 那我们来讨论 你怎么man的 他可能就会开始跟我讨论说 哦 我看到他 我就先用三字经开场啊 好 而且 我自轮心的心 对 是一条笼包手啊 这样子 那我就会问问他说 他在这个过程 他是完全很满足的吗 还是有没有时候是很轻的 那他就说 对 有时候我其实很累 但是我习惯我看到他 我就 我就要先用一个三字经当开场 那他就会发现 这个时候的自己蛮假的 哦 那我们就不会说 你不需要很man 你只要做自己就好了 这样也会让当事人很模糊 因为这是他渴望的一个部分 我们要去让他知道 他是可以有弹性的 有的时候 他可以跟别人用三字经打招呼 没有问题 可是当他自己很累 或是他其实没有想这样做的时候 他有没有其他弹性的 跟别人互动的方式 这种我想到就是 有的时候 就是人存在于 现在这样子的社会里面 就是你很难去确认说 你自己的需求 到底是不是受到这个社会的影响 对 但是如果你今天你太执着 就是 哦 我就是要很个体 我就是要很那个 就是你反而去追求这种事情 没有什么意义 听起来也蛮 而且你刚刚讲的那个 其实听起来也蛮中二的 我就是不要领 大家都领的那种脚本 我最酷 其实也蛮怪的 也没什么差 或者是像刚刚我们在那边 就讲那些什么疤 他人生就想要一个疤 那也还好吧 不会怎么样 对对对 因为又不是想要在别人身上留疤 在自己身上留疤还好啦 OK啦 OK 好那我们刚刚聊的东西 都可能比较偏向一些 生活面的 或是性别面的事情 那我们再聊到另外一块好了 就是我们的阶级 可能比较接近这个所谓的主管阶级 其实大家可能要面对不一样的压力 那例如说 像是可能担心业绩的状况吗 或者是要如何管理员工 面对这个员工的不满等等 这种压力好像其实又不太一样 而且我觉得在这种角色上面 好像又不知道该向谁求助了 你们会怎么样看待这样的问题 哇 讲到主管跟老板 我们就真的很心有戚戚焉 因为现代的这一个年龄层 当主管老板的伙伴 可能会觉得非常的困难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 也许让你完全不理解 那其实我们的上一辈 也是这样想过我们的啦 所以也许这是每一个世代 共同会遇到的困境 因此呢 我常常会听到一句话就是 劳方去批判资方说 他都是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 这听起来是一个很负面的语言 可是当我们真的换了一个位置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 势必要换脑袋 对 一定要啊 对 你如果用同一个脑袋 去看这些事情 你会完全没有办法做决策 或做更大的一个方向性的领导 那可是如何让劳方可以理解你 我觉得这就是资方或者是主管方 比较辛苦的地方 就是除了说换个脑袋 我是邀请大家多个脑袋 就是比如说 你的员工他可能只能看到 一楼二楼的风景嘛 这很正常 大家还在基层努力 那也许我已经到101楼了 所以你不能用你101楼看到的东西 或习惯的做法去要求 一楼二楼的员工要跟你一样 反而你有办法 也去用另外一个脑袋看看 一楼二楼的员工 这个新的世代 他们是发生什么 他们是怎么长大的 让他们现在也许 都不喜欢接电话啦 我听过年轻人接电话 会让他们很恐惧啊 真的 或者是说以前我们都会帮老板按电梯 站在那个按电梯的位置 可是他们现在一进来就站到最后 就是我们就会觉得很不习惯 甚至很不高兴 那主管或者是老板 有没有办法去理解 也许年轻人的想法是 想要按的人就去按啊 如果不想按一直挡在那个门口也不好 所以我才退到后面 其实他也不一定是没有礼貌的行为 因此主管跟老板要提升的能力 真的就是多个脑袋 也就是同理心以及倾听的能力 去理解我们新世代 或者是你基层的员工 那这是一个部分 是实作面的部分 另一个部分呢 就是要邀请所有的主管跟老板们 去找到你的普通感 这是我们心理学里面 很强调的一种感受 普通感 意思就是我们都需要身边有跟自己 差不多情境的人 跟自己一起讨论 我才会觉得被同理了 对 像我最近就是去参加一些课程 那课程的参与学生都是经营者啦 或者是也许二代接班啦 都有可能 然后我去到那个场合 当我讲出自己觉得很蠢的情境 很蠢的担忧 集体疗愈 对 然后他们就用一种 孩子啊 很慈祥的眼神 说我懂你 然后分享一些前辈的经验 那一次我真的眼眶泛红 觉得原来我没有那么孤单 我其实遇到很多我的个案 当老板的也都是这样的心态 可是他们反而很内伤 很内耗 因为他知道 我不可以把我的情绪丢给员工 可是我的情绪要去哪呢 我回家我太太可能也不想听 我老公也不想听 那我该去哪呢 所以心理智商 我们在帮助很多企业 我们也有点像企业教练的身份 去同理大家 陪伴大家度过这种 看似很孤单的一种状况 我自己刚升主管职的时候 就是几年前 老实说蛮不适应的 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当过主管 然后 就是你不会知道说 哦原来当一个主管 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加上我以前过去的职业经验 也老实说不怎么有被管理 或者是带领过 所以我就很想 当然而觉得 最好的管理就是不要管他们 所以我就完全不管他们 很惨 就真的很惨 因为一来是我发现 刚当主管的人 其实不太习惯拥有权力 对 甚至会逃避 拥有权力这件事情 因为听到权力就觉得 他好像是一个 要变坏人了 对 脏东西 但是 其实我觉得 当主管要意识到的就是 第一个是你的责任变大 然后第二个是 你的权力其实也变大 然后你要怎么样运用你的权力 好好的协助其他人 然后一起担负更大的责任 跟引导他们 能够发挥出最大的潜力 这件事情其实蛮重要 那不然的话 你就会变成是 像刚刚心理师讲的 你很想要当一个好人 对 然后你就没有办法把主管当好 因为你就觉得 他不要 那就都不要 然后我都爱我自己做 这种感觉 有时候是一厢情愿 在当好人 但事实上是 当你当好一个 好的主管的时候 其实 你是不是一个好人 这件事情 他可能就自然而然成立 就你不需要很追求 说我要当一个好人 然后不要管说 我也不要当一个好主管 刚刚我们讲到 有毒之场的这四个字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一个很好奇 就是他感觉比较像是 我们日常大家会在 嘴炮的话语 就是有毒之场 快逃快逃 那在心理的这个 专业的层面来讲 会有一个定义吗 就或者是一个特征吗 就有毒之场到底是什么 我们一样是透过了解自己 来了解你在这个环境里 你有没有中毒 因为我们觉得去批判这个职场 它有太多变因 就像有人吃花生 觉得很好吃 很营养 可是有人吃花生就中毒了 甚至会死亡 所以我们用四个面向 来剖析自己的人生 有没有在你能量平衡 跟你非常喜欢的道路上 这四个面向叫做财 身心灵 身心灵 然后前面是一个财 所以大家钱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财的面向 你就可以看出来 你这个职场 它会不会拖款 会不会画大饼 不支付你薪水 或者是比起同业 它真的是过低的己心 从这些面向 你去看看 在财务方面 你在这个职场中 有没有被至少基本的照顾到 或者是跟你现在的能力 是匹配的 这像是那个IG线动上面的 你现在中毒了吗 财生心灵 然后要点 打勾 打勾 点多了 中毒指数很高 脸发青 对 好 那第二部分就是身体了 刚刚两位都讲到 很多你们身体的反应 所以身体好诚实 它绝对不会说谎 那我们要注意的是一个 亚健康的现象 亚健康的意思就是 你就算去医院看病 做健康检查 可能也不会倒是满江红 可是你就会觉得 怎么好像不如以前 那么有精神 或者是以前都不会过敏了 怎么最近吃虾开始过敏 体质的改变 这一类都是亚健康的现象 就是你也没有到生病 但你就是没那么健康 这反而是大部分的人 都有的状态 我现在想听到这边的时候 我就想说 可是会不会 其实这些环境都是这样 就是工作这件事情 就是会让人变成这样 然后那些很好的工作 它其实是一些美好的幻想 它是空的 根本没有这样子的环境 大家都会工作做一做 就陷入一个亚健康的状态 没错 这个提醒很好 所以我们刚刚不是用职场 发生什么来判断 而是我们自己的状态 来判断 所以像刚刚志祺 你的前面的这个列点 比如说 哪一种演讲让我能量充沛 哪一种就让我一直流失能量 这种就是你在对自己 做能量管理 当我们发现自己的身体在破洞 能量一直流掉 那我们就要来问问自己 我现在工作的什么 让我一做就流掉 让我一做就漏水 它不是一个 你就应该要换 而是你要重新看一下 我工作里面是什么 然后或许你就可以 借着机会跟公司 重新讨论说 我要怎么样去调整它 那你能够待着酒期 公司也很开心 对 甚至有一些人 他们做这个能量管理之后 他们才发现说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一个四个象限 就是紧急不紧急 重要不重要 那很多人才会发现说 他都在处理紧急 但不重要的事情 然后做久了 他好像做了很多事 但是回过头来 他觉得自己一事无成 那最后他只是调整了 真的去做 重要紧急 当然要做 那不紧急 但重要 他多做了一些之后 他的身体状况就改变了 那不见得是职场的状态 而是你在这职场中 如何去找到 最适合你的工作内容 这也是我们需要去探讨的 OK 那第三个部分 就是心理的部分 简单来说 它也就是情绪面 那我们就会看到 有一些量表啦 大家上网啊 可以看什么 被试忧郁量表啦 等等 你会不会常常觉得自己提不起劲 或者是觉得自己比不上他人 然后睡不好啊 等等这种身心的疾病 那我可以分享一种心理的状态 是现代人我观察到最多的 就是成瘾 那成瘾呢 除了酒精药物之外 我觉得最常见的就是手机成瘾 哦对 你一直在做无意义的事情 对 一直刷 对 我有好多个案都是跟我说到 他刷到都晚碎到关节炎 他还停不下来 他就要继续刷 然后刷的过程中 其实也不快乐了 他很痛苦 但是停下来更痛苦 所以他就像吸毒一样 不断的去刷短视频啊 或者是那些会刺激他 多巴胺的一些影片 对 所以这些心理的状态 都在提醒我们 要回过头来评估 你跟这个职场的适配状态 那最后一个就比较高端了 就是灵性的部分 听起来真的很高端 对 但他其实是跟我们个人的人生方向 跟价值观有关系 像我们有一些伙伴呢 他不管他自己是不多元 性别性倾向 他是非常支持 我们生活要更多元 职场要更友善 他有这样的理念 可是他却进入到一个超级传统 那种主管 清一色都是男性 比如说比较传产业 就很有这样子的可能 然后进去之后 他就发现 虽然这个工作也许赚很多钱 可是他每天进去 也许都被 那个上面的人 叫他妹妹 他听到这两个字 他就觉得 很不被尊重 真的 可是他讲出来 大家也觉得 叫个妹妹有什么 你就比较年轻 又是女生 叫妹妹不行吗 他就觉得 哇 这个职场跟他的核心 价值观完全不匹配 那就算赚再多 就算这个title多好听 他久而久之 对他而言都是一种身心俱疲 那好奇如果确定 就是觉得自己 现在就在有毒职场中 那到底该怎么样应对 是直接离职吗 离职制百兵 离职是很多人会做的方法 他是选项之一 那我举个例子好了 如果两位去登山 然后你们遇到山中的大物 是真的大物 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大物 你们会怎么做 留在原地 对 yes 没错 天哪 走不了 留在原地 但留在原地 不是不做任何事 而是反而你静下来 去向内观察自己 甚至在这个时候 你可以 休息好好的停下来 对 休息 然后探索自己 甚至去找到专家 找到你信任的心理师 职业咨询师 等等这样子 专业的角色 陪伴你去探索 现在发生什么 所以有点像 你在大物里面 虽然走不动 但是你可以call out 这些专家 信任的人 去好好讨论 你目前的状态 我们再去做下一步的决定 所以如果是用大物这个比喻 停在原地 我们可以做的也许就是请假 那就用你可以的方式 也许请一个稍微长一点 比如说一个礼拜 等等这样子的假 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下 也许有这样的余裕跟空间撑开来 我们才会真的了解自己发生什么 可是请假 我刚刚想到 就是你说请假是一个很重要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 可能对外寻求一些专业心理的帮助 可是心理不是很贵吗 就是他可能你知道 请假我已经没有什么粮食了 然后还有用 这个是有办法解决吗 你是说进入心理资商 或者是仇主 有没有办法解决 这件事情我觉得因人而异 但是在我的经验里面 其实愿意踏入心理资商的人 最终都会有蛮好的结果 我常常讲 你在预约心理资商的那一刻 其实你就已经好一半了 因为你终于正视自己的问题 最怕的就是 他没有办法承认自己的问题 然后他还觉得 都是职场的错 都是我那个老板的问题 都是我的另一半的问题等等 所以这一些都要我们有意识 甚至有病逝感 我们可以来好好坐下来 聆听自己的时候 效果就会开始显现 所以反而这些效果 只有一小部分是来自专家 心理师或身边帮助你的人 有一大部分是你终于愿意 停下来好好看看自己 那刚刚志祺提到 有很多人不敢踏入心理资商 都是因为有点担心费用太高 或者是不知道心理资商在做什么 所以有点不敢下手 那政府跟民营单位 都有提供相应的资源 帮助大家跨出第一步 例如常见的生命线1995 张老师1980 卫生福利部安心专线1925 或者是台北市新卫中心的咨询专线 3393-7885等等 都是帮助大家可以先打电话 疏解内在的心情不安 也可以稍微有个人可以讨论出方向 那目前台北市卫生局还有提供 门诊价格是相当亲民的 一次是30分钟 然后价格是250元 我觉得真的很便宜 对真的很便宜 这真的是佛心价 所以很适合想要尝试 但是也有一点点担心 出次的资商的朋友们 那最后呢 有还有什么特别想要跟我们 自己戏戏的观众分享的吗 我想分享一句话 就是能直面自己内心脆弱的人 才是真正强大的人 这个很像是什么漫画人会出现的 对对对 黑色一个框框 对对 感觉会用背影的方式来呈现这一句话 对对对 谢谢大家帮我想好特效 对 所以呢 我们常常在资商中 都非常佩服能够来做心理资商 跨出第一步的伙伴 那我们心理师以及相关的政府单位 也都在推广一件事情 这是我们资商所的理念 就是让来心理资商 成为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所以我们希望推广的是 求助常态化 你的求助是因为你对自己有希望 这是我们能够为自己做出 最负责任的一个行为 这让我想到 我有一个很常定期去的 他就说 这就是一种心理的健身 我就是常常去稳定的健身 我就知道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大概可以怎么处理 让我不会陷入这个激扫症的问题 而且常常去的话 就有点像是 给自己的心理做重训的感觉 就它会变得越来越有弹性跟力量 好 今天很谢谢我们心理师的分享 等等我们还有一个求助小教室的分享 大家不要走开 在刚刚的访谈当中 就是我们有谈到了许多职场上面的困扰 苏心理师也有介绍到 其实现在政府有提供非常多的资源 可以来帮助大家 所以今天我们也请来了 台北市心卫中心的心理师 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有观众遇到这些相关的问题的话 可以在心卫中心取得哪些的协助 第一个我就来先问一下 就是遇到哪些问题是可以找这个心卫中心帮忙的 通常民众会来我们心卫中心 大概我们可以分成几种情况 第一种可能民众他想要追求心理上面的成长 他对于心理学的一些主题 他会有一些兴趣的 对那另外一个是可能民众 他有一些困扰想要找人家聊聊 所以他会打我们咨询专线 就刚刚说心理师说的 33937885这个专线 对那再来第三个就是 他这个困扰可能持续了一段时间 然后也用过了以前尝试的方法 但是都没有什么效果 所以他就要来心卫中心 找心理师做一些专业的智商 那再来是说 有时候我们是会上发生一些 比较突发重大的灾难的事件 那这个时候民众可能 身心上面会造成一些冲击 所以心卫中心也会提供安心的服务 那就是帮忙大家去回复到日常的状态 现在目前有提供哪些资源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 有没有四种可能民众来的这个情况 那第一个就是民众如果他想要 多了解一些心理学相关的知识的话 那我们有提供一些成长团体跟课程 因为心卫中心一直以来 都有在针对我们一个人的生命阶段 各个阶段他可能会比较特别着重的议题 我们都会去办这样的课程 就像是新手父母 他可能小朋友快出生了 那他会有一些他的期待 那他可能伴随而来有一些他的焦虑 可能小到可能夫妻之间 我小朋友出生之后 我要怎么去带他 或是我们夫妻之间的教育的分工 或是我们夫妻之间的角色的转换 这些东西都可能造成 我们新手爸妈的一些焦虑 所以我们会带一些 新手爸妈的团体啊 成长课程 那可能像小朋友长大之后 我们会有一些亲子关系 教养的这些课 还有像是小朋友入学之后 我们会关心说 小朋友在校园里面 像这几年常被谈到的 校园的霸凌 或校园的一些性别平等的问题 那孩子会在学校里面 科医的压力 人际的压力 都是孩子在求学阶段 可能会遭遇到的 这些转变的问题 那这些部分 我们都会办给 第一线的老师 还有第一线的家长 让他去了解说 孩子在这个阶段 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 生性方面的发展 然后生性方面的转变 那这个时候 大人如果能够了解他的话 那其实也可以知道 怎么帮忙他 对 那出了学校之后 我们进到职场 那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 在职场里面 可能新鲜人 会有新生人的焦虑 转职的人也会有他的焦虑 甚至是我要退休了 我对于之后的生涯 我也会有我的焦虑 对 或是我在表现上的焦虑 或者是我在跟同事 在跟主管 在沟通上面 我也有可能有我的担心 所以我们也会办一些 人际沟通 压力疏解的 这样的课程 那就像我们刚才有提到 其实有些老板 有些主管 他也是希望说 能够带给员工 一个好的环境 所以我们也会办给 主管 人资的部门 一些友善职场的课 或者说我们可以去 让主管们知道说 怎么样可以去辨识 需要一些 深信关怀的这些员工 那我们可以提早 可以帮忙他 对 那些部分都是 我们会去办的课程 另外还有像是 这几年我们常提到 照顾者的压力 不管是我现在 在职的照顾者 我可能是 我要带小孩 我也要照顾长辈 或是我要照顾 我生病的家人 照顾者有的时候 我们好像会觉得 他是没有空间 让他休息的 对 可是这个时候 他的疏解压力 他怎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去疏解他的压力 这个很重要 对 所以我们也会办给 照顾者的一些 疏压的团体 就像我们下个礼拜 我们就会办一个 身心障碍者家属 的一个正念的团体 正念的练习 对 所以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 从小到老 其实我们在 不同的阶段 都有提供课程 那大家 课程都会放在 我们新闻中心的官网 大家有兴趣 都可以去看一些 课程的讯息 还有一些 未教的讯息 那我自己身边 也有很多朋友 是像刚刚心理室 有讲到 有提供 几种不同的资源 那如果这个人 他就是 他连自己要的资源 是什么 比如说他不确定 他现在的心理困扰 是可能稍微找人 聊聊 抒发就可以 还是说他其实 应该已经要求助 专业的职商服务 或甚至是他可能 更适合 直接前往 身心科就诊 像他这样子 连自己要什么 都还不是说 真的很清楚 所以也可以来 心卫中心协助 比如说帮他推荐 或者是转介之类的 是 像很多民众 可能都遇到 这样子的担心或困扰 那这个时候 可以打给 我们的咨询专线 就是刚才提到 0233937885 就是请帮帮我 那我们接线的 专业人员 都会去听一看 这个民众 他现在可能困扰是什么 那他去判断说 他现在可能需要的是 可能我们电话上 聊一聊 去了解他的一些状况 去给他一些 情绪上的支持 还是说他可能 是需要后段 我们建议要就医 或者说可能需要 你可以去 去胜去心理 智商门诊 去挂号 对 这个部分 我们都可以判断 那很好奇 就是如果想要找 这个新卫中心帮忙 他会有哪些条件 或是限制吗 像我们刚才提到 在课程的部分 就是都是欢迎大家参加 对 所以大家都可以报名 那再来刚才提到 那个咨询专线 之后你打进来 那我们都可以 去提供一些服务 那还有像智商门诊 我们刚才那个智商门诊 他就是 大家只要上台北市 联合医院 就可以去挂号 对 但是如果 像打咨询专线 他接下来可能需要一些 资源的连接的话 那我们主要服务的对象 是台北市就业 就学 还有涉及居住 在台北市的民众 所以这个就是唯一的限制 其他基本上是没有 对 像课程啊 资金专线 智商门诊都没有 OK 那其他县市 有自己的心理卫生中心吗 是 像全台湾 每个县市都有 对 所以如果外县市的民众 想要 就近使用他们的资源的话 都可以达到 该县市的 涉及心理卫生中心 对 那我们今天谈的 大部分都是职场议题 但是其实 我自己平常也有注意到说 青少年 尤其是可能在 社群平台兴起之后 其实青少年的 心理健康议题也是 越来越需要被重视 那我刚刚很好奇 就是心理资商 有没有一个 年龄的限制 比如说如果你们 接到了一个 小学生的来电的时候 该怎么处理 比较常见的是 小朋友的状况 像你刚才提到 青少年 甚至是儿童 这状况比较多 他是在学的学生 所以比较常见的是 在学的学生 他们是在辅导室 因为学校都有辅导系统 他们会去处理 孩子的在学校 或是在家里面 一些身心的状况 我们比较常会接到的是 可能比较像是家长 因为家长 因为孩子 在学校或家里的状况 它造成他的一些 身心困扰 因为我们知道 家庭一个动力 所以孩子如果有状况 一定不可能 这是孩子的问题 可能整个家庭 亲子之间 或是夫妻之间 或是整个家族之间 都会有一些状况 所以反而是 家长会因为这个状况 造成他的身心的压力 所以这个时候 比较是家长来求助 好的 那今天非常感谢 我们苏心理师 以及我们这个 社区心理卫生 高心理师的精彩分享 那今天的志祺 就要先聊到这边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 也别忘了把影片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影片 或是点这个地方 看到更多的相关影片 那么今天的志祺七七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我们就明晚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